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书记习近平发表的这番讲话震惊了全世界 特别是让那些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还抱有美好幻想的一些人和组织 这一次恐怕心里要凉了半截 不但心凉后背也发凉 为啥要后背发凉那就是害怕 习近平在他整个的演讲里面毫不掩饰的发声 要对外进行抗衡对外进行扩张 对外进行决战 这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已经取得了这么大成就的中国来说 今天的中国他的最高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 可以说有点不合时宜 体现了出他的虚弱 色力内人 说实话真正的大国 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实力已经不用再通过打这种悲情派 或者打这种恫吓派 你的实力实际上是摆在那里 那你没有体现出来反而要用这样一种让全世界觉得瞠目皆舍的一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实力 反而证明你的实力没有这么强 当然这些话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都给大家进行了剖析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讲习说的这些事情能不能实现 而且我们要讲的不是漫无目的的 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 那谁知道呢 这个各种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特别反感在社会科学 在政治学领域里面 讲一些一厢情愿的话题 所谓的 因为种所谓的科学的态度 实际上都不科学 因为历史上很多重大的事件 很多历史的转值点 不是必然因素带来的 而是偶然因素 事情有往多种发展的可能 那我们今天不往远了扯 我们就是说迫在眉睫的 有多迫在眉睫呢 就在这周 就在今天 就在下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 今天这条消息 它的重要性之大 不会让大家失望 那就是有关专家建议 世卫组织应该被彻底抛弃 撇开由七国集团 G7独立组织调查组 进行病毒溯源的调查 这个时候世卫在做什么呢 世卫正在制定 新冠大流行调查的 下一阶段的计划 为啥 他第一阶段他已经搞了 他不是派专家主和中国联合搞了一个吗 这份报告 谁都不接受 大家不接受 不只是政治上 心理上 感情上 接受不了 因为啥 好吗 全世界死了几百万人 欧美国家 这个经济 从此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人民生活 生产 生命的安全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你说你没搞出一个相对清晰的结论来 那哪接受得了 不但是感情上 政治上接受不了 从科学上 也接受不了 科学也不认可这种莫名其妙的调查 这个时候 大家必须得往前推进 因为啥 因为这次的浩劫造成的影响 比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严重 那当然要搞出一个眉目来 中国人民也有权利了解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恰恰是中国人民 全国上下 从习近平到老百姓 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话题 那为啥不喜欢 很简单嘛 那就是一查 那当然就要先查你了 而且查了半天 弄得清汤寡水 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上的说服力 那这种情况下 中方又表现出这种百般阻挠 甚至张冠李戴 直路为马的这些做法 更让大家觉得怀疑 这种怀疑 坦率的讲 只是态度上情感上的 再重大的怀疑 最后能不能坐实 都要以证据为基础 当然了 其中的证据之一 那就是当事人的态度 现在中方摆明了 是不配合 说中国的调查已经结束 需要让美国 比如说德特里克实验室之类的 接受调查 这个要求没有人配合 连中共自己都没当回事 为啥 我们不是说了吗 中国的大外宣在海外有这么多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中央电视台 那养了上千号人 你们既然发出这个号召来了 你们在美国的记者 应该赶紧去采访德特里克基地 在门口堵那些科学家 找他的所长 半夜敲门 他们都没做 都没做 为什么 是他自己都不信 所以他不做 那么事情发展到今天 世卫的作用变得十分的尴尬 为啥 因为你第一阶段的调查 没调查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 另外一条就是 你处处受中共摆布 我看到有关的信息 这个调查组 去了武汉以后 在武汉所待了不到24小时 就溜了一圈吃个午饭 可能又占据了一半 就走了 这种走马观花式的 这种调查 而且是在中方派员参与 里面主要层面 有很多是中方自己的 那更不用说 这里面的很多人 所谓的外国专家 和中国都有利益纠葛 那他都是这个事情的一部分 那这就更让大家 对世卫派遣这样一个专家组 做出这样的调查 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特别的不满意 特别的不满意 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总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G7车 G7就要自己出手了 这个是美联社 今天刚刚发出的独家报道 一些专家 包括与世卫组织 关系密切的专家都表示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非常紧张的今天 让世卫继续领导调查 不可能获取可信的答案 他们认为 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广泛的独立调查 应该参照1986年 俄罗斯发生的 切尔诺布利核灾难 那样一个调查类似 那当时国际上可是动 这个大动干戈 有独立的调查去搞的 那么这些专家 现在说 病毒溯源的第一阶段调查 是世卫组织和中国联合进行的 三月份的时候结束 那次调查得出的结论 是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动物 传染到人类的 生死泄露 极不可能 但问题的关键是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可能是通过动物传染的 这个动物到底是啥动物 没找着 为了这个事情 筛减了多少种动物 八万种 这个是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数字还是相当相当可怕的 那就是极尽全力去筛选 到至今找不到这个动物的宿主 或者是中间的宿主 没有 八万种样本都找不到 最关键的是 中国自己也没找到 说白了这个事我觉得中方的反应 除了蛮横就是愚蠢 为啥 你这边说实验室传来不可能 那你自己找 那你自己得出一份相当权威的结论 甚至不权威也行 你自己正儿八经 把溯源这个事情当回事 你给大家带个结论 说我认为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每一步都有证据 比如说你抓着个蝙蝠 你抓着个公鸡也行 你说是他们传给了人类 你不是没找着吗 你没找着的情况下 大家都找不着 你怎么能够阻拦别人继续寻找 如果你继续阻拦 就证明 你有猫腻 后面有黑手 不知道你想隐瞒什么 那世界怎么可能 让你这么继续发生 那么最新的进展示 又一批科学家 分量更足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信件 要求必须跟重视 从动物转移到人体这个理论一样 来重视实验室的削漏论 因为技术上完全可能 中方也承认 中方这个物件委的主任 谁呀 接受采访 也说技术上是不难 当然他否认是中国出了这个事情 那既然技术上有可能 自然转移的原因 又这个中间宿主又没有找到 再加上 中国以前就有实验室泄漏的先例 比如说当年的这个 黑点病毒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要把实验室的这种可能 做全新的 非常有利的 独立的调查 但是世卫 一直由中国摆布 再靠他们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世卫组织到现在态度也在变 也开始想甩锅 或者想把自己 从这场政治争端中给摘出来 比如说 著名的谭书记 自己也说了 我认为所有的答案 都应该摆到作者上 进一步的调查 所有的答案包括什么 当然就包括 这个实验室病毒泄漏了 这种可能 他主任这么表态了 另外还有一个 那就是 这个世卫组织的紧急项目专家 迈克瑞安博士 也表示了 我们只能争取中国的协助 我没有权利强迫中国合作 你看 上上下下 社会都觉得 自己也承认 我们不行了 我们不行了 这个事靠我们搞不定 那这种情况下 自然 美国 和G7 那就要 盖出手势 且出手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搞一个水落石出 那么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自媒体 我们也在全力以赴 想起到自己的作用 我特别反感很多事情 不调查 就信口说 或者满足于 从各种已有的媒体上 做各种揣测 放弃作为媒体人 获得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观察 第一手分析的 这样一个机会和权利 这几天 我们的节目 做的不多 昨天刚恢复 这些天 我走了不少地方 在节目进行到 下个小节之前 我们恭请您 给这个节目 点赞 并且关注本频道 只有这样 我们的节目 才能到达 更多的朋友那里 我们才有 继续前行的动力 您所做的 只是在节目下方 竖起的小手上 点个赞 点一下转发 再点一下订阅 就可以了 我们谢谢您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波士顿 波士顿 大家都知道 哈佛医学院 就在那里 波士顿的生物医学 波士顿的这个 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 这些基因学 那都是全世界领先的 我在波士顿 见了不少专家 走访了不少地方 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家都理解的原因 大家不愿意在镜头前亮相 所以我就拍了拍 波士顿的街景 给大家看看 我亲自去拜访了这些地方 这都是我自己拍的这些视频 那么我在跟波士顿的这些专家去聊的时候 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实际上 我认为 虽然政治上可能不一定百分百正确 但是可能符合实际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我们的态度就是事实第一 立场第二 即使这个事实让你不高兴 甚至让你反感 甚至让你反对 甚至让你暴跳如雷 我们也得追求真相 比如说如果哪一天证明 真的是中国的实验室泄露 我当然很伤心 我当然觉得这个很不爽 是吧 这不是不给华人抹黑吗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这个境遇 这个情况不就更凶险 更尴尬了吗 但是你总不能因为这个目的 你去主动的去误导 甚至是编造一些事实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作为媒体工作者 就更不应该这么做 否则的话你真的就不配从事这一行 你就对不起千千万万的观众 每天在你这儿花的这个二十三十分钟 这个时间 对自己不尊重 对别人也不尊重 所以我们是坚决要做出一些努力 让讨论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 这种讨论 一真相更近一点 因为我们凭我们的能力 当然也没有办法 连世卫组织都搞不清楚 我们也不能强求自己说你给搞清楚 但是继续推动这个事情的讨论 是我们能做的 所以我在波士顿 见了一些世界顶级的专家 这些专家还有什么特点 那不是搞理论的 人家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一辈子都在和这些基因图谱 和这种基因突变 和这种基因工程 和这个功能增益 这些东西打交道 他们说了一些很重肯的意见 第一 他们说 这一次 新冠病毒的这个蛋白 和人体蛋白 这个结合程度 太好了 就好的出乎意料 好的窘乎寻常 这些在实验室工作的这些人 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东西 更像 是人工的痕迹 更有人工的痕迹 当然了 人家说的很客观 你也不知道是谁编的 怎么编的 但是从结果看 人家就能看出来 在两种可能之间 自然变异和 这个 人工参与之间 当然应该更倾向于人工参与 因为以前的病毒 我没有出现过这样的 为啥 因为 病毒的这种蛋白 和他的 想传递的这个 足体的这个 人体蛋白之间 总是 由强向弱传递的时候 比较容易 由弱向强 传递的时候比较难 说白了 根据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是自然传递的话 更高级的动物这个蛋白 传给更低级的 那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就结合的 但是比较低级的动物 你想给高级级的这个动物 给他传染上 那是很难的 但是这一次 如果是自然产生的话 如果是动物身上的蛋白 和人体的这个蛋白 产生了这个科学术语叫 偶合 那应该是难的 但这一次不难 这一次出奇意料的容易 结合的出奇意料的好 那当然你应该怀疑 这里边有人工的痕迹 而不是纯粹是自然 但是这种任何科学家都能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尤其是这些顶级的科学家 天天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这些这些科学家 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发声 为什么反而让一开始就否认实验室泄漏论的这种力量 占据了上风 说白了 我们现在看 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任何行业都有自保的这个动机 都有自保的这个职能 为啥 很多病毒实验室都在搞所谓的功能增益 这个功能增益 功能增益啥意思 那就是为了对付将来将来的病毒 我现在实验室里造出一个更厉害的来 然后我把这种解药给他弄出来 疫苗给他搞出来 将来实际上真的出现了 那我就能对付了吗 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很多各地都在搞的一个医学工程 这很正常 他搞出来的就是比他想象中现实中存在的更厉害的病毒 但问题的就是问题就是如果武汉这一次这个事情给坐实了 就是他们泄露了 这个全世界的舆论各方面的压力 可不就不只是武汉来承受了 那就是全世界的从事基因工程 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些科学家 这些实验室都要遭受灭点之灾 为啥 因为证明这玩意是有可能泄露的 而且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那你们所有搞这些功能增益的这些实验室都应该接受调查 甚至有一半以上应该关门 这是完全可能的 在这个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这么严重损失的情况下 有些科学家有些科学组织就要自保 所以没人愿意跳出来 在那公开的说 当然从科学上大家也都知道 没有详实的证据之前 谁敢说百分之百怎么样 科学最后就是个概率 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一的区别 那百分之九十九就被冠上了科学的名字而已 所以你既然拿不出百分百的证据 世卫这帮孙子又已经得出了 不可能从这个实验室产生 他们已经跳出来了 难道你谁还能跳出来 专门跟他们去作对吗 所以这里面科学家也有人际关系 也有行业利益这样一种考量 这导致了一开始 就是那帮谴责实验室泄露论的人 占据了商风 占据了媒体 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现在看来怎么样 现在看来否认实验室泄露论 恰恰本身就是一种阴谋论 就是一种不是基于科学的出发点 得出的结论 而是基于利益 基于水平 基于观点 基于目的 这样一些原因才导致的 我觉得这些科学家讲的是非常非常的中肯的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种病毒蛋白和人体结合的时候 本来应该是非常难的 但是这一次出奇的容易 这一点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很令人怀疑 那是什么 那就是再强烈的病毒 它发展都有一个规律 那就是传染性很强的时候 致死率就低 致死率很高的时候 传染性就低 它此消彼长 但是这一次 这个新冠病毒 致死率和传染率 在一开始都非常强 都非常强 这一点也是令人感到 不像是自然病毒产生的 这样一个原因 这一次我走访了 你看波士顿这些顶级专家 人家提出来的这些理论 这些可能性 我觉得都应该受到认真的尊重 认真的考量 这是为什么 不光是G7 不光是这个西方7国 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 我们都应该 还有新闻工作者 都应该连起手来 全力以赴的去推动 病毒溯源的这样一个讨论 不能让这种讨论冷下去 更不能让这种讨论 被阴谋家政治家们 给偏带离了正确的方向 目前来看 美国的科学家也好 中国的科学家也好 在这一场辩论里面 在这一场斗争里面 可以说是不及格的 是不及格的 为什么 要么就是刻意的误导 要么就是基于这种心机 这种算计 基于行业的考量 把行业的利益置于 其他全世界的共同的利益之上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这里面 这里面最明显的例子 那就是那位达扎克 达扎克就是世卫组织 这次派取的专家里面的专家队成员 同时他也是极力反对 实验室泄漏论的核心人员 他带头组织了第一批专家 发在自然杂志上 要求说这个把实验室泄漏论成为阴谋论 现在看怎么样 柳叶刀杂志已经把它除名了 除名的原因没有公开 但是在这个时候除名 那肯定是出问题了 要不然你出他名干啥 另外一个 他本人就是石正丽多年的合作伙伴 论文的共同作者 所以你把达扎克这种人 这种专家 有明显的利益冲突的专家 塞到世卫组织的专家团队里 他去中国调查 没准他就教会了中国的科研人员 你应该怎么对付世卫专家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你看这是习近平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都是按照他的逻辑来搞的 那达扎克这些人一开始就应该避嫌 不应该参与到这个试验里边来 因为他本人就是当事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感觉这一次科学界 fail the world 科学界让世界失望了 他们怎么说让人非常的痛心 因为我们一提起科学家来 总是让人感觉我们谁都不信 我们信科学家的 看看这一位达扎克 你能信他吗 看看现在的美国的所谓的福奇 你能信他吗 福奇 从一开始到现在 他做过很多错误的判断 当然了 我们并不能从错误的判断推出 他一定有猫腻 有阴谋的这种可能 因为啥人人都会犯错误 科学也是一个过程 科学家更是在不断的犯错误当中 不断的逼近真相逼近真理的 这一点我们不渴求他 问题的关键的问题就是 他有点像共产党了 为什么呢 那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对自己宽厚无比 对别人要求特别高 为啥 别人问他 原来你通过你和中国同行的邮件 我们才知道你每年给中国这么多钱 是吧 给中国就给武汉所 给了钱去监测 追踪这些蝙蝠 那你就是当事方 那你一开始你说的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讲了这些道理 也不可能从实验室产生 那你怎么能轻易发表这种意见呢 后来果不其然 这个谁 这个夫妻他不就否认了吗 他说现在这个实验室下落论应该重视 那你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你一开始怎么不向外界透露 你本身就是给武汉所钱的那个组织的头 当别人把这点揭露出来的时候 他开始辩解了 他说人家武汉所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钱 人家怎么能怎么可能差我们这十几万的 拜托 你这就属于耍流氓了 什么叫不在乎你这 你给了他钱 让他去监控蝙蝠 有没有做得到位 他这个钱拿去干什么了 这些钱和这一次 整个蔓延全球 肆虐全球的这个疫情 有没有关系 这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怎么能赶上自己了 就就轻描淡写 要轻轻放过呢 这给人的感觉是 这帮科学家 必须接受各界的监督 从这个角度讲 不管是世卫组织组织的第一个专家团 还是一开始在 自然杂志发表文章 谴责实验室邪漏论的这帮专家 他们的背景本身就不可靠 就应该受到社会各界严密的监管 那么哎呀真是没有办法 既然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时不我待 G7这一次 能不能顺利的组成一个专家小组 我感到困难很大 但是前途光明 因为G7经过这一年半两年的折腾 也对这个病毒本身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对他们整天打交道的 首位的世卫组织 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好 他们也了如指掌 就知道靠这帮孙子不给你添乱 不给你搞坏了 就谢天谢地 他们如果能够重新出手 肯定是做了通盘的考虑 但是困难仍然是很大 因为什么 时过境迁 武汉该搞掉的都已经搞掉了 武汉早就已经军方接管了 他能顺利的配合你吗 他不会的 所以这个事情 还有可能带来一个连锁反应 后面是什么 后面就是调查 在媒体上互相的攻击 西方进行经济制裁 在某些环节上 经济制裁引起连锁反应 触发催化 加剧了某些地区和事件的动荡 一些敏感员可能会像火山爆发一样 原来埋在底下 现在不得不爆出来了 一旦爆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讲 我不愿聊50年100年之后的事 就现在新冠疫情溯源这个事情 就是中共面临的一个天大的难题 你可能真的在这个时候 不得不就要跟世界脱钩 自己搞一套 在墙内珊瑚万岁 你看这次东南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小孩子 看得真是可惜 看得一个风华正茂的 他们对国外的情况 对全世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都蒙上了一块红布 那就像在我上期节目 这个歌里 这个崔剑唱的 你给我蒙上了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 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到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了幸福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小年轻 少男少女 俊男美女们 他们的脸上只有自豪和幸福 但这个自豪和幸福 并不陌生 当年希特勒 纳粹德国 是得到了人民中心的拥护的 那种被催生的 对无限放大的民族主义 加上对个人崇拜的这种结合 导致了一个国家 迅速的攀登到 这个经济实力的顶峰 也迅速攀升到军事实力的顶峰 然后就开始以爱国主义的名义 以日耳曼民族的名义 以民族复兴的名义 到处进行扩张 危害全世界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想今天的德国人民 今天的德国年轻人 绝对不会再走原来那个路 但是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的领导人 会不会走这个路 还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大大的问号 今天的节目一不留成28分钟了 我们在这里也是忠心的邀请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作为一个自媒体 我们实在是可以说 拿鸡毛当令件 别人在不在乎我们 我们实际上说白了是不在乎的 我们自己必须在乎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行业当一回事 这是为什么我这一次到处跑 见了很多人尽可能的去了解这个事件真相的一个努力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朝中社引述报道说 金正恩爱在执政的劳动党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批评一些高级官员在处理新冠疫情时出心大意 说他们导致了一次严重事件 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形成了一次重大的危机 你既然是零感染 还有什么严重事件 还有什么重大危机 全球卫生专家也认为 什么叫全球性传染病 那就是没人能幸免 朝鲜继续坚称没人感染 这玩意可信吗 我觉得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现在朝鲜的情况有多危机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都不知道 到后来还不知道朝鲜要对中国出啥招呢 因为如果事实发现真进来了 西方索赔还要费这进费那进 金正恩索赔可就很简单 那就和实验一次一次接一次的搞 边境一次一次的就搞事情 那就这种东西都是完全有可能 北韩虽然是严防死守 边境线封得很严 号称对外说零感染 但他真的是零感染吗 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我们只看到了小金减肥成功 瘦了我看有二三十磅 然后全国人民都心痛的痛哭流涕 哎呀你看这个宇宙大将军 原来这么胖啊 这么富台能代表我们朝鲜的国威 代表我们朝鲜的脸面 现在瘦成这样 都是为我们操心操的 全国一片痛哭 大家都看到了吧 现在全世界 全世界到处是火药桶 到处是火药桶 在这种时候习发出了坚定的 要让他们偷破血流的这种警告啊 世界不出事的可能性是零啊 是零 我们啊作为一个媒体啊 作为一个自媒体 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跟踪各界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在这里我们再次请大家给节目点赞啊 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 你点一下节目下方的订阅按钮 这样我们的节目就能自动送到您的手中 我们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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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